Hello 大家好 又是Ivan 来到5仔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和财经资讯 今天想说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他在越南出生 7岁就学习粤曲 11岁就已经登台 人称秒街歌王的尹光 有些人说他是咸濕歌王 当然他自己喜欢做自己的事 唱自己喜欢做的事 很多人说他是Hip Hop界的始组 你说香港没有Hip Hop 他就是第一个 很厉害吗? 虽然尹光的歌是戒指寒闻 荷里活有一家大酒店 三个肥婆学踢球 每人都懂得唱 但他这么出名 在风光背后 他曾经试过整层楼都输了 因为他曾经非常难倒 虽然他说他不后悔 但觉得钱财身外物而已 但这些经历也启示了很多人 究竟应该如何理财 应该如何不断识识 如何能做到长做长有 否则将来的退休生活 将来的晚年就会更惨 在我说尹光的故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赞,订阅和分享 五仔这个频道 其实尹光在越南出生 在那边出道 连同他家里的八兄弟姐妹 有五个已经移民到美国 还有两个还可以在越南发展 由小到大都非常富裕 家族可以开两间戏院 又有罗兵场 非常显赫 这些电影院经常播出 曾经邀请过 曾经邀请过 薰宴芳、何非凡、劉克孙、罗劍龙、林黛 这些都很出名的人 来献唱 所以他七岁就开始学习戏曲 就是说粤曲的大戏 初期他还做文武生 因为越战爆发 所以那边的粤剧台就越色味 所以他就改床唱流行歌 1969年他就以逃兵的身份 偷渡来香港 1973年那时已经很厉害 跟当年最当红的女声钟叮当 合唱了一个叫天涯客 打响了名堂 之后又到丽苑、启德楼、墙、登台 其实大家印尽一下 梅艳芳当初都是这些地方才发迹出名 开始了他的香港的唱歌生涯 跟当初郑军那样相似 都是唱了一些hip hop的风格 就讽刺是弊 说一下当时六十年代 一众小市民的心声 非常本土 从小到大 他父亲叫他发奋图强 他父亲也真是白手兴家 他小时已经跟他说了一个座右名 就是 求名、求利、求己、物求人 觉得真的要自己发奋图强 千万不要想着跟谁、攀附谁 一定要靠自己的个人实力去做 所以1973年他用三千元 没有分红代价 就录下了一支碟 叫十四座 在客廟街周围买 那年代拿到金唱片的成绩 销量超过五千只 现在金顺的唱片算是非常厉害 当时已经是非常厉害 五千多只 尹干一直说他人生中有两个偶像 一个就是任健辉 一个就是新马仔 任健辉大家都知道 粤劇界的代表 这几个都是他自己的偶像 将来他都觉得一定要想方法超越他们 可以做到他自己特色的一幕 他自己也说 当初入行的时候都被人笑 他说你唱国语歌 说到音准又不准 整股越南味 觉得不如算吧 你还是不要唱这些 唱得好像粵曲 不如你自己找回自己喜欢唱的东西 他就选择了一个广东歌 当然他不断没有听诗音 他就买了青山的唱片 不断练练 终于被他成功了 每月人工200元 那时候 说的是1970多年的时候 如果是1970多年的时候 200多元算多了 因为那时候很多 买个蛋撻都是豆岭 买个可乐都是豆岭 过海都很便宜 都已经够用了 他还说可以不断走场 每晚都去启德那边唱两个月曲 都有7元一晚 不错 他都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学坏 从小到大都没有学坏 从小到大都不烟 又不酒 連咖啡和奶茶都没有 完全没有 唯独是一样东西 他就乱惹了 就是他喜欢赌钱 他说他在越南的时候 是完全不懂赌钱 来到香港有些朋友教他玩排狗 输钱间赢钱起来 七四年之后他不断唱广东歌 其实一晚都是找一两百元 他绝对不会过签 但他一赌钱 一晚都会有几百元上落 所以一个人一直都很迷失 直到1977年 他17万就买了美肤单位 直到1979年 当时登台 他试过一晚登台 输了十万元 十万元 其实很多单位都能买到 那年代 当然了 已经贵的 例如美肤 沙田区 那些 那些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 住宅单位 太古城 那些 当然都是二十多万元 所以 可以一晚输足整层楼 他都觉得自己那时候 非常非常烂 他试过1979年 在澳洲识尼登台的时候 顺便学习开车 有一天 那这程度 无猶到 无故门到狼狼狼狼钟 甚至一层楼 甚至一 Bryant 一层楼都只是二十多万元 但一到了 微微愚了百分之二十多万元 慶如 cages 自己哪有这么多钱 剩一个月多是四千元美元 其实那时候 四千元美元也不少 四十多美商 三十万美元 明年代 1979年 他真的 ra千针 那时候很多朋友 将借钱给他 那些赌场信他 所以他回香港就慢慢还 他那时候说他自己最大的赌印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赌一餐 例如 美国的银子号码,的士车牌,什么都 他所有的歌筹都放在赌档里面 直到1984年,一次赌局就说 以后不再玩了,金盆洗手 他有一次在上海街一间大赌档 玩13张的时候 一下子欠人5万元的赌债 搞得赌档会去夜总会收缩 搞得他惊得一身汗 之后他不断分歧还债 那时候一晚唱了九场 从未想过戒赌 直到他有了家,有了小朋友,有了太太之后 他才觉醒,觉得这样赌法不是办法 他真的在1984年,有个儿子出生后就戒了 所以他现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平安和健康 他现在觉得差不多七十几八十岁 还有人请他唱歌 他觉得也很厉害 他仍然觉得钱财是新外物 我想到那时候开始 他才愿意想一下如何赚钱 如果他当初 他那几层楼 不断收租 不断自己有地方住 其实就真的是 现在真的发达了 过千万 不得了 两三千万走不掉 当然了,他很少说到现在 他现在身家多少 但是 似乎 相对 我专门来说 他相对未必有那么好的 身家 当然了,他到现在都说 他不后悔那时候 难倒了 他觉得这件事 都随遇而安就算了 其实一个人的性格 是多影响到那个人 将来冲不到千 退不退到休 他开心没到 安安枕无休 那种其实 是非常看待那个人的性格 我经常都说 你不理财就财不理你 所以将来一个安枕无休的生活 绝对不能靠赌博 最近 股神北菲德都说了 他觉得Bitcoin 也是一个赌博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但我自己觉得 绝对没有Train 没有走势 没有趋线图 也没有 有什么可以计算的 PE 值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 短暂时完全是 Random Walk 变成了 其实消息 很多 讯息 炒作 令到那些价钱 上了很大的波动 如果靠这东西 长期赚息 我始终觉得 可能输楼比赢面高 所以真的不要乱来 很多心理学家都说过 赌博 都是想买那个快感 不是赢和输钱的问题 有时可能 可能连续输几次赢一波 那一刻他就觉得很兴奋 突然觉得那个刺激感很大 肾上线数 什么内啡泰 老内啡 突然标得很厉害 所以有些人 就算 输钱赔钱 他都会觉得兴奋 都是在买那种快感 之前在加州 市藩屋大学 都有统计过 一个调查 原来那些人 没有输到某程度 那些人都不会离开赌楼 反而输钱 反而越输越多 突然赢钱 那时 那个快感 那个良性反应 很大 令到 期望 突然高了 所以现在的赌场 或者游戏机 不要说游戏都没有 游戏都会突然 输了钱 赚上你 点数 不断地玩 这些小恩小惠 其实就令到 有些人 被套劳 不断地去赌 不断地沉迷这些游戏 你说小小的 当娱乐 很多人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 完全没有自控能力 不断地沉迷这些游戏 有些人 不断地沉迷赌博 其实真的会影响了 他将来 所有的 财政 甚至是 傾搭产 都有 所以呢 任何那些人说 什么虚拟 什么货币 什么虚拟 地皮 我自己都完全没有兴趣 因为我不觉得那些会令到我 有很大的快感 第二就是 我为什么要建筑 在一些赌博 在一些运气上 我觉得 为什么我不确实 用我的能力 用我自己 的一些财能 去找到一些钱 难道那些短线的炒卖 短线的赌博 可以证明到你自己 眼光很厉害 很厉害 会上瘾的 如果你长期走去 炒什么世界股 炒上落波幅 赚几百元几千元 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开心 但是 坦白说很多人 一路输一路输的时候 就不舍得止舍 也不舍得 去戒掉这些 弱忍 这些 坏的习惯 所以 其实真的要想清楚 怎样将来 你要一步一步去计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计划自己将来的 理财的结果 就像我 就算买股票 我不会买死几只 我起码一个组合 二三十只 这样买的 一定是有些不同组合 不同的区 的范畴 不会只是买死科技股 只是买死当 最热的 因为通常 都是会有 群众的效应 羊群的效应 一散场 一停的时候 你就发现 原来那些东西 是完全不值钱的 我看了我本 《你给老板早退》 的书里也说过 为什么很多人 炒股票都会 虚钱 其实这跟一个 心理学的现象 很有关 叫做 违避损失心理 Loss Avention 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一般人 面对获利的时候 通常宁愿都会 代代平安 而他们不会接受一些 期望值较高 但有可能会一无所谓的科案 我给一个例子 什么意思呢 我给A和B你选择 A就是 直接拿到240元 OK 另一个科案 B就是 你有25%的机会 是拿到1000元 而且只有75%的机会是 1元也没有 通常这个情况之后 八成人 八成多人 都会选择 代代平安 拿到240元 我宁愿 都不会博高 只有25% 可能博到1000元而已 但是其实有75% 可能都没有虚钱 只不过只有0元而已 但是这些人都宁愿代代平安 但是同样地 另一个situation 就是 如果你 两个科案 第一 你可能 損失了750元 另一个科案就是 你有75%的机会 你会損失1000元 而25%的机会 会損失0元 那些人 竟然 都是选择猴子 宁愿 没所谓 博一博 可能 我可能 不输钱 都不愿意 損失750元 所以这些 这几样东西 都是证明了 为什么 那些人 面对損失的时候 痛苦是大 是同样地 赚了那么多钱 赚的快乐 所以 通常那些人 寧愿 都是国和青 我经常都说 那些人 寧愿赚了糖 赚了几百元 1000元就走路了 但是叫他输3-4000元 他死也不走 输了一万元也不走 变成 到时候股票 输了六七成 输了一家厂 都不愿意走 已经磨难 等着一路沉水下去 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早上赚了六合赛 赚了2000元 然后你下午 无端端 冲红灯被罚了2000元 实际上 其实你没什么损失 但是你总是 觉得很不值 总是觉得 你输了2000元 就是罚了2000元 完全抵消不了 你今早上赚了六合赛 那2000元 所以就是 这个回避损失心理 影响了很多人 为什么 叫股票 为什么会 蚀钱 为什么会磨难 为什么赚少少 又走 为什么 一只很明明 好的股票 他不会继续持 因为害怕 害怕 又跌下去 害怕 赚了 到头 转头又蚀 很少反而就是 虚了 虚了 通常是什么呢 上水了 叫做国和青 就走老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 令人不愿意不断 长持一只好的股票 所以这个疫情 令很多人 当然 有人赚钱 亦有人亏钱 但是 有一大堆人 都是一手蚀货 你叫他 沽了去 换另一只好的 他又不舍得 你说 我没有钱了 有超过百万的货 其实每个月都可以 可以买债券收下利息 或者买基金收下利息 但你偏偏不选择这些选择 偏偏一些稳稳振振的 资产 车位 一些好的 投资工具 你都不选择 例如我上年经常说 最好的一定是 上年一定是储蓄 一定是定期存款 你永远都不择 你永远都不选择 一路只用 地利用 战产 亦不逗择 弃堕 跌入股票 若果 会有时 拨打 或者死猫 你甚至不许 你也知道 有时 相对的公司 本来的性质 改变了 他未必会像以前那么厉害 不像以前那种爆炸的债息生长 但你偏偏去拿着 所以什么时候都要理性去分析 怎样可以一步一步做 当然了 你一定要打散自己的风险 你如何分散投资 这是我所说的 所以 就不要很多次说到 真的要赌钱 要搞到你的资产 就不断地走在一些 风险太高的事上 我经常都觉得 一定要资产配置做得好一点 尤其是你的退休生活 一定是一步一步做的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书 《一千个收息的理由》 以及我之前的书 《你给老板做退休》 两本书都讲了很多关于 如何投资 如何稳步收息 做到一个资产增值的方法 将来可以一步一步退休 实现你的生活 一个第二人生的梦想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讲更多 关于理财和财经的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打算用运气 来决定你的人生的理程 希望大家喜欢的分享 点赞,订阅,分享 吴仔这个频道 下次再和大家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